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通常买两个 我自己一个小朋友一个 因为忌廉桶好香口 忌廉又好滑 有时经过都见到门口排了长龙 元朗感田这家面包店 每逢周末客人都特别多 人人都特意入来买他这个怀旧忌廉桶 忌廉桶外层香脆 松化的酥皮 包着软滑的港式忌廉 香甜的味道似曾相识 大概是不少香港人的童年回忆 旧时忌廉桶 70年代80年代很流行 整间都差不多 每间都有做 今时今集 为何人不做 师傅人工夫多 起伏没有那么多 起伏慢 起伏慢 不如做面包 不如做面包 就不做 油皮和水皮要分开 分开之后 拆好 就会吃柜蟋 吃到大约一个小时 按下去 就会有点硬 好 小时 最后 就会有点硬 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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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5個瓶 凝固的就是一個桶 一個桶的七年就即是忌廉 這些叫忌廉桶 因為忌廉桶外面很少有 所以吸引了不少人山場水軟入來光顧 好多人都喜歡半打半打賣酒 如果是最高峰的時候 都維持整個液都有清涼 清液三個每天 不過現在沒那麼多 差不多廣告都有 有些在離島 南亞島都離島 黃竹坑 香港九龍新界 應朗 周圍都離島 吃過很多次 因為星期六要排隊 星期六要排隊很久 好吃 而且它的忌廉桶不會是很假的 傳統忌廉桶買少見少 就算突然想吃 真是不知道哪裡可以找到 我也不知道哪間有 我找不到 我去看 這些行家 每個人都沒有做 今年七十歲了 做了很多年了 做了五十多年了 為何我繼續做下去 做下去 都會有些感情 好人欣賞 我就照顧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